镜头我们到南区的瑞瑞乡 瑞瑞乡公所在2010年 在内政部营建署计划经费支持下 顺利完成了乡内国中小学安全美观的通学步道 不过又于步道上设置了电箱路灯等等的设施 以及校门口接送驱动线缺乏有效规划 而显得美中不足 那么乡公所在今年度也积极的向上争取 重新修整优化通学步道 而规划说明会上也获得了学校的共识 为了提升并优化现有瑞瑞国中小学周边同学步道环境设施 瑞瑞乡公所向内政部营建署提报争取 并且邀及学校校长 共同听取规划公司初步规划方向 目前规划过想就是说 想要增加我们的家长接送平等区 还有增加我们人行道的空间 还有我想退缩提高我们人行道的宽度 以及新增号制 标语还有行山线等等 主要就是提供使用者的舒适性及安全性 就瑞瑞国中通学步道现况 包括垂直弯道的调整 通学步道宽度 接送区遮宇棚 以及便电箱设施等等 校长从中提点建议交换意见 在十四路口那边会稍微退缩 我看是接受吗 那个校门口的那两片斜色的那个 会去动到吗 就是 我看你刚才的底面就来 两片 我们这边不会动到 对我们不会动到 因为我们跟校长包包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查 有那边旁边还有一个机油的电箱 那个提示的话 其实会对校后那边的那个运动 比较到很大 所以我们原则上 我们会接受没有先去动到 由于这一次是从瑞税国中一路诊 直到瑞税国小 也因此瑞税国小也就校门口 接送驱动线 老树 以及设置在步道上的路灯 告示牌等问题 也和相公所以及规划公司相互讨论 没错 因为我们那边有那个 帮助 对 网子 网子在这边绿色的地方 网子不知道会不会动到 那我们不会 我有难过 就是我们会 因为我们刚才避开网子 所以我们通常就好了 再过去就会通过 帮助网子 柱子也不会动 对对对 因为网子就是相看绿域这里 然后另外 第二个门 那个我们有那个铁卷门 那到时候会再复原 会 那个会复原 如果开用的话就复原 如果说 有所换的话 是没有所换可以用 那可以用 那就行 常常先站 不论是变电箱 路牌路灯的迁移 移除老树 或者校门口接送去交通 动线的设施改善等议题 在规划说明会上 乡公所校方与规划公司三方充分讨论 也达成初步共识 乡长吴万德也乐见其成 他强调 日子乡内各校通学步道 多数在2010年建制完成 至今除了是部分毁损 当初设计也不复使用 这一次再度向内政部营件署 提报整顿计划 初步获得170多万元的规划设计费 若没有问题 乡长吴万德表示 明年度核定 2000多万元的工程经费来执行 整体优化学生通学交通环境的安全 记者11月蓝瑞瑟采访报道